尊敬的法师阿弥陀佛 默学想问 诵读地藏经前怎么齐请 诵读完毕怎么回向是正确的 读地藏经前恭恭敬敬 一般经文前有三称本师甚好 是不是还要特别齐请某些护法神呢 可以请也不必请 请呢也是一种礼貌 不请呢也没有关系 这一点大家想象自己进来上课 或者孩子在学校念书 我们进来上课 外面每个义工不一定每个都要请一下 我进去上课了啊 我必 孩子去学校念书 也不必向每个保安都打个招呼 不过你路过了打个招呼 那是顺便 那我没打招呼保安会不会不保护啊 这是他的责任所在 你只管好好学习 保安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 只管专注读经 护法神一定会尽心守护 所以有的经文前会有齐请的仪归 有的没有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专注读诵就行 声称本师圣号 开经济 然后念经文 时间允许前面有可以念 没有就这样就行了 读诵完毕怎么回向呢 经文后面如果有回向文 就按照回向文念 如果没有就是通用的回向记 比如说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这八句 或者愿生西方净土中这四句 或者我们自己 想要表达某种心愿 可以随心意 用自己的言语说出来 都可以 这个没有绝对要求 明了就好 明了就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